上期节目,我们的课后思考题目是 人为介入可以用什么手段来维持或加强数体受伤害之后的自愿能力 实际上可说是一个伪命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的命题 并没有标准答案 实际最好的是防范于未然 但很多时候在发生之后,我们提出的是做减法的方式 也就是说,尽可能减少对树体产生自愿能力的干扰 现代农业产品种类很多 从这些角度来说,过度和不当地使用各类型产品 对树体反而是一种负担 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更应该建立正确的树木生理知识 并对产品具有科学性的认知 科学化观念在管理上能有底气地给树木营造一个它们适合生长的环境 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 来自一份联合国农梁所所作的报告 这个是一个全球研究论文集 主题是谈全球的土壤中碳含量的问题 它也是一本技术手册 介绍全球各种土壤地貌针对土壤有机碳的管理现状 这个专题我们会分几期做介绍 今天主要谈的就是有机碳的管理 土壤跟有机碳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从种植者的角度 我们在乎的是土壤跟作物之间的关系 就是土壤回馈给我们的生物质量 实际上,土壤跟营养储存,水源储存 汇气物过滤有关之外 还跟很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都是息息相关的 包括解决贫穷问题 解决土壤生物多样性的问题 这篇报告的原型 是在2017年罗马召开的全球土壤大会 在这个GSOC时期的会议中的总结报告作为蓝本 在2020年又加入了200多个案例 最终就集结成这全套共6册的手册 这也是一本管动性的手册 未来10年的时间 会持续把更多的管理措施跟个案加进来完善 这个版本主要针对当前土壤管理的71个措施 全球11个热点 还有81个案例 在FAU的定义 可持续性土壤管理是有明确定义的 要从需求和供给面向来做 土壤所给予人类的作物或是产量 它们是受到保障的 在这个过程中 人类能持续回馈给土壤让它不产生负担 除了作物给人类的回馈之外 土壤还不能失去对环境的调节能力 并持续在受保护的前提下提供人类经济和文化上的服务 也就是说单纯只讨论土壤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没有考虑到回馈土壤的管理 让它原本的功能不丧失 都不叫可持续发展 土壤有积碳和温室气体的关系 有上下游的关系 所以针对土壤的威胁 这个手册也指出包括土壤的物理侵蚀 营养失衡 严谨化 污染酸化 多样性下降 硬化 水质管理 都是土壤当前受到的威胁 我们今天会介绍第一卷跟第二卷的内容 第三跟第四卷 主要是针对耕作土壤 草地土壤 还有整合性系统的农场管理措施跟个案研究 第五跟第六卷 会专门介绍森林 湿地 还有都会形的土壤 目前的有积碳管理措施跟个案研究 手册里提到了有积碳的热点跟亮点 亮点指的是 在全球比较少部分的土壤面积 这些土壤有高纯度的有机碳储存 而且对环境十分敏感 有机碳的亮点 代表的是地球大部分的土地 它们的有机碳含量虽然不高 但却具有很高碳集存的潜力 所谓碳集存 就是将碳固定下来的能力 和碳排放是相反意思 有机碳热点 代表要做保护的节流 而碳集存 代表进行开源管理 是弥补失去的部分很重要的操作思路 森林的定义是指占地0.5公顷以上 树高超过5米 且其树冠覆盖达10%以上 按联合国发布的最新统计 2020年全球森林面积覆盖达40亿6千万公顷 占陆地面积的31% 热带森林林木占了森林面积的45% 真夜灵排第二占27% 温带灵和亚热带分别为16%和11% 森林的地上部和地下部分别具有相同比重的碳含量 在2020年统计 森林总碳含量从1997年的668兆吨下降到2020年的662兆吨 同期中 但灭度从每公顷159吨上升到163吨 这张图是说明过去30年间 森林面积的扩张和缩减变化 可以清楚看到的是 2015到2020年森林面积的扩增和缩减的幅度是较前五年更小的 代表虽然已经意识到保育森林的重要性 大量停止森林面积的开垦 但另一方面 森林的扩张速度也在过去20年来减缓下来 从2010至2020年 非洲的森林年尽损失率最高 为390万公顷 其次是南北洲为260万公顷 自1990年以来的30年里 非洲的森林净损失率每年都在增加 与2000到2010年相比 南北洲在2010到2020年大幅下降了一半 其中亚洲在2010到2020年的森林覆盖率竟增加幅度最大 其次是大洋洲和欧洲 然而 欧洲和亚洲2010到2020年的净增长明显低于2000年至2010年 大洋洲的森林覆盖率在1990到2000年和2000到2010年期间出现净损失 热带雨林被定义为长绿或部分长绿森林 三年中任一个月的降水量不少于100毫米 年平均温度为24摄氏度 且基本上不会发生霜冻 森林土壤关系到人类福祉 生态系统稳定性以及关键的全球气候相关商品和服务 例如土壤存在的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多样性 热带雨林在土壤的碳含量约占森林碳总量的30%到60% 上方表格是估算不同区域热带雨林中的碳含量 由于取样的土壤深度不同 区域内的有机碳的差异也很大 以非洲为例 每公顷的雨林土壤碳含量可达到9.9到349吨的差异 下方表格是表示森林土壤转成耕地 墓地和种植地之后 有机碳储存量的变化百分比 可见转化成草地之后 对有机碳的变化是较正面的 雨林的主要功能在于调节空气的质量 提供食物和药用植物 并为人们提供娱乐 环境美化和缓解压力 由于森林火灾和森林产品的不可持续开采等因素 是导致了雨林面积减少的原因 湿地由多种类的生态系统组成 其特点是具有季节性或永久水饱和的土壤 以及适应在饱和或洪水条件下生长的植物 在全球范围内 有许多湿地分类系统描述了大量的湿地 如泥碳地、红树林、沼泽地、水坑、低洼和湿地 湿地一般也分为沿海或具有潮汐性的湿地 或内陆不具有非潮汐性 可进一步细分为有机和矿质土壤以及严度的湿地 湿地可以储存和预防洪水 减少洪水带来的影响 也可过滤多余的养分和污染物来改善水质 去除污染物和补充地下水 湿地也是淡水生物的食物来源地 湿地是具有碳结存功能的生态系统 虽然它也是甲烷的重要来源地 但大气和土壤中甲烷的氧化速率与其产生的速率相当 对环境不治构成影响 这个是全球泥碳的分布 主要在纬度高的区域 泥碳地也称为有机土壤 沼泽地是世界上碳密集度最高的陆地生态系统 它的成因主要由在潮湿土壤 地下水引起的缺氧条件下 积累的死亡植物材料分解有机物组成 在自然、水饱和状态下 大多数泥碳地是具有碳结存的功能 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 由于泥碳的地下水位非常高 荣重高 承载能力低 酸度高 以及几乎没有养分可利用性 因此具有低农业利用性 然而 原始泥碳地是许多可用作食物和饲料的植物物种的栖息地 它们也是采集浆果 蜂蜜和蘑菇 狩猎和捕鱼的重要场所 是社区的重要蛋白质来源 红树林主要分布在压热带和热带海洋沿岸 与大量储存在土壤和植物生物量中的全球高水平碳有关 由于硫酸盐减少 碳排放量 尤其是甲烷排放量往往低于淡水湿地 红树林仍被认为是碳热区 不同的土地利用和覆盖物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碳存量有不同的影响 经修复的红树林可在25到30年后回到与原始的红树林相当数量的碳存量 因此修复计划在碳结存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红树林因高生产力而在沿海地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助于泥碳的形成和沉积物的沉积 黑土是黑色表层富含有机碳的矿制土壤 深度至少为25厘米 有两种公认的黑土类型 也就是类别一和类别二 土壤的价值更高的属于类别一 黑土本身就是肥沃 高产的土壤对全球粮食生产至关重要 在有利的气候条件下 这些土壤可以提高作物产量 可持续利用和管理黑土 以保持或有机碳含量的增加 对确保全球粮食安全和缓解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这些事导致黑土肥沃性大量减少的原因 右边图片可以看到肥沃的黑土层越来越薄 大量使用黑土 如果没有适当的肥力管理 养分水平明显地降低 在俄罗斯的黑土中 养分很容易流失 尤其是蛋和甲含量越来越缺乏 乌克兰黑土的养分储存量明显减少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草原的定义 少于10%的土地被草本植物覆盖 和10%到40%的土地被桥木和灌木覆盖 草原的特点是草丛生长在有足够水分供应的环境里 但环境条件不支持树木覆盖 上图是全球放牧和作物地图 红色是作物覆盖区 绿色是放牧区 下图是指有机碳的损失 颜色越偏黄代表损失越严重 无论是耕作的或放牧地区 有机碳的流失大多都在每公顷0到25公吨消失 棕色是全球山区土壤的分布 不同颜色圆点代表被开发的形态 包括高山森林、高原草地或混合工作放牧等 在欧洲阿尔卑斯山 森林土壤的有机碳储量在每公顷61至278吨之间 而草原矿层的平均有机碳储量低于每公顷100吨 地中海山脉地区比利牛斯山脉 以及西班牙山区范围内储存在每公顷38至165吨之间 比森林和草原土壤之间的差异较小 根据联合国2019的调查 山地是全球15% 约11亿人口的赖以为生的地区 山区提供了食物、饲料、药用植物资源和林木资源 也是世界水源重要的来源地 但山区生活的人口普遍处于贫穷和缺乏食物来源 这个是北极圈的永冻土 永冻层是持续多年风冻的土石层 包括土壤、岩石和冰 在永冻层区域 植物和微生物生存在每年夏季融化的土表中 称活冻层 永冻层的寒冷和潮湿条件限制了有机物的分解 结合反复动容引起的土壤混合过程 这引起了大量有机碳含量的存库累积 随着气候暖化 永冻层的碳亦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 永冻层分布在极地和高山区和极地海洋浅陆架区域底部沉积物中的海底永冻层 永冻层范围难以估计 因为难以远程测量 北半球的永冻层区估计为2100万平方公里暴露土地面积的22% 但模拟研究显示 永冻层区域只有1390万平方公里 根据联合国全球钢旱地图 汉地面积为6100万平方公里 占陆地面积的41.7% 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澳大利亚和北美西部地区 这个图是说明全球汉地30厘米深度有机碳储存量的大小和分布概况 根据干旱程度 可分为不同程度的汉地 并依照以生态区域的地形、海拔、坡度、优势群和土壤的变化来分类 这个是外太空鸟看夜间地球都会区域图 城市区域占世界土壤区域大约2% 研究发现城市土壤碳含量比自然土壤平均高出1.5到3倍 城市土壤作为地区热点 碳储存的浓缩介质 城市土壤是人造土壤 以各种有机和无机材料构建混合的土壤 城市中的土壤有机碳和无机碳的差异较大 土地过去被填白材料如粉玫瑰或碳酸盐材料 可能含有高碳黑或无机碳成分所占据 本期节目我们把一种生态系统给大家做了介绍 下来的两集节目将针对个别生态系统有机碳的管理措施进行介绍 我们下期见 今天我们继续谈论全球土壤在探话这本手册 前面的一、二侧我们谈论了各种土壤的生态环境 第三和第四侧是针对全球耕地、草原 还有整合式农地所使用的措施以及个案介绍 因为三、四侧的内容十分庞大 个别有五、六百页的篇幅 因此我们会选取和种植方面较相关的内容和大家分享 因应各种生态区域 使用的农地管理措施非常多,也非常复杂 在手册提到的29种措施当中 我们使用一个分类的方式 就是以手册出现的篇幅长短标准做了这张图 我们列举几个要点 也是全球在耕地上使用比较多的措施 包括矿物质肥料 整合式肥料管理跟生物肥料的使用 这三个也是跟我们种植者比较息息相关的 其他包括一些我们不常看到的保护隔离带 梯田开垦的方式或者翻土更离不同的变化手法 出现在一些比较极端地形地貌里面才会用到的措施 所有措施的文章都使用统一的格式撰写 包括它们的概况、应用区域、对土壤有机碳的冲击 措施的优缺点、推广建议、存在的推广障碍等 这个是全球肥料的使用量 颜色越偏向黄色代表用量越少 越偏红的用量是越多 包括中国、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 基本上都是一个红色的状态 也就是每公顷超过500公斤的化肥投入 这是2015年的统计 中国近年在双减政策之后 相信已有很大的改善 复合肥料的使用实际上也不能把它当作是洪水猛兽邦可怕 在这个手册里 提到三个国家中国、印度还有肯尼亚 分别种植不同的作物并比较平衡施肥 跟不平衡施肥措施在作物的产量上的差异 举例来说 中国种植的水稻 如果没有进行平衡施肥 而只用氮肥跟磷肥的话 它的产量是比较低的 一定要用到氮、云、甲三个平衡施肥 它的产量才是最高 其他国家的作物都是观察到一样的现象 讨论到每一个措施的过程 也会评估这个方法在各个层面 比如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等所遭受到的障碍 矿物质肥料的使用 在非洲的文化差异上带来的障碍很大 还有就是体制上 农民跟推广人员的比例悬殊 大概是一比两千左右 严重缺少推广技术人员 谈到整合式土壤肥力管理 这个名词跟我们讲的IPM 也就是整合式病虫害管理是相当类似的 包括了使用各种动物、植物废弃物、堆肥、品种改良 还有矿物元素 基本上就是优良种苗结合有机加无机的管理方案 这个表是谈论到在几个国家一个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 在长达20年的过程中 使用这种整合性方案的话 对土壤有机碳的增加基本上都是非常正面的 我们可以看这个控制组 如果以印度水稻为粒子的话 使用有机加无机的管理措施 产量明显比单纯使用复合肥来得更高 这是2018年全球关于生物肥料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数量 总共发表了最多的是在印度 发表了104篇有关生物肥料的科学性文章 生物肥料研究的主角以固氮菌和熔磷菌最多 实际上不管在研究跟应用上都是相对的比较多 除此之外 还有放线菌、菌氮菌、光合菌、微藻 以及产生生长促进物质的微生物 永耕农业是1970年代由澳大利亚创造出来的词汇 以农业生态为理念的一种农耕方式 说的现实点 它就是一种比较放任的种植法 这张图片右边的玉米是使用永耕农业 确实比左边的长得好 但退一步来说 这个方式也可以说在比较落后的区域 因为一些农业的资材取得也相对的困难 所以他们不得不使用这种方式来耕作 从正面的角度想 基本上就是属于模仿生态多样性的一种农业形态 还是属于一种小众的农业操作的手段 我们再看一个中国东北使用无耕云农作方式的个案 这是一个做了16年的研究追踪 并在2018年发表的结果 连续16年不进行耕云对土壤有机碳的贡献 每一年每公顷贡献了0.8吨的有机碳 下面表格是记录土壤各项质地的数字比较 无耕云土壤和传统耕作比起来 包括土壤的体积密度 颗粒稳定度等数字都更加突出 这个是无耕云方式种植玉米的效益 在生产成本、支出、利润方面都比传统的方式来得更有效率 种植大豆的情况也是一样 所以 无耕云农作法对土壤有机碳和种植者连续16年的操作都有相当亮眼的表现 今天我们为大家节选的个案就介绍到这里 下期节目我们会做尾声 帮大家节选森林、湿地和都会土壤的管理措施和个案 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看全球土壤在碳化管理技术手册 今天也是跟大家做这个系列的尾声 今天的主题是森林、湿地、还有都会土壤的管理措施跟个案 林木生态一直是土壤有机碳最重要的节存形态 影响林木发展最大的限制因子就是在砍伐林木时 重型机械的进入造成土地夯实问题 为此 新型伐木技术也都有很大的突破 比如说用吊锁来进行开伐木 针对高度落差比较大的鳞像是最常使用的一个方式 林木采收之后的废弃物堆积 对林木有机碳恢复是非常正面的 这是在几个国家长期的研究 在林木采收之后 剩下的废弃物堆积在原地 避免土壤有机碳的进一步耗损 这个图是巴西的安树林 在经过砍伐之后 在原地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 把不要的叶片、树皮给留置在原地 这些废弃物的覆盖 对林地的有机碳 保存也是有比较大的帮助 这张表示北美洲在林木的种植过程 也会驱众一些对但有固定能力的树种 比如说图片看到的美国赤羊 另外有相思树数的树种 对林木具有固碳的作用 基本上可以每年每公顷 可增加0.2到0.8公吨的有机碳 谈到林木施肥措施 一般林木比较少施肥 如果有进行一些大量元素管理的话 不管是在欧美、中国这几个地方 林象施肥对土壤有机碳的增加是很明显的 以北美的温带林或中国南方的热带雨林 尤其安树为主进行施肥的话 每年每公顷给土壤带来的有机碳的增加 是可以高达1.3到3.7公吨 来看这几个比较容易搞混的名词 简单来说都是造林 但字意上是有区别的 所谓的直林 就是把原本不属于林地的一个生态环境 把它转变成林地 再造林是指原本森林的生态环境 重新定植小树 让它恢复原本林象的状态 复林的话是林地的转化 我们看下面三个表 可以从林地、农地或者是保护地、缓冲地 去进行复林的工作 把它恢复成林木景观 这个图是六大洲复林地的机会 最高的当然出现在非洲 这个橄榄色条状 指的是马赛克式林地的情况 这是中国广西 它就是典型的马赛克林地 除了有林地之外 也兼具农田和养殖 同时符合生活、生产和生态的形态 这图指的是热带区域红树林 开发成水产养殖池 后来被废弃之后 红树林又重新被富裕回来的情况 另外一个名词 所谓的施农林 指的是这个林地长期处于潮湿的状况 可以持续利用土地来进行生产 一般上我们知道泥碳土之地 积水水位比较高的地方 在图片的外轴 指的是碳排放的潜力 传统的泥碳土虽然有被利用开发 作为土地生产的功能 但它们的碳损失也是相当高的 而施农林进行开发的话 碳排放能大量地减少 在这本手册 水稻栽培是被划分到湿地的个案当中 比较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水稻栽培的水位管理 采用高水位的栽培方式 在中国和韩国研究不放水的情况之下 对有机碳的贡献其实是最大的 每公顷可以带来十几到二十几公吨的有机碳保存 第二个方面是倒梗还田 其实也是有比较显著的效益 尤其是在中国跟印度都有明显的效益 还有一个常谈到的 这个水稻跟鱼压的共生 同时可以满足很多对食物来源的需求 但在文章里面也探讨 这个管理模式对土壤未必是正面的效益 因为它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污染 酸化还有炎化的情况 以西班牙来说 政府除了会鼓励倒梗的覆盖 政府在认为倒梗覆盖 给农田带来病虫害问题的同时 也允许人们燃烧倒梗 所以每个国家的认定和法规都不太一样的 像经过燃烧过后的倒田在淹水 其实是对野生动物的生态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是使用土壤覆盖跟有机碳 与常规处理的比较 对照组跟单纯覆盖物的话 对有机碳的增加还是比较低的 如果使用一些经过处理过的有机碳 每年每公斤可以带来高达12公吨的有机碳储量 都市土壤有机碳也在这个手册里面有提到 基本上都市土壤的有机碳增加 显而易见都是外来的土壤或者是有机物质和覆盖物所带来的 这些覆盖物的方式也有所谓的生物滞留法跟生物的过滤系统 基本上就是透过使用有机层跟无机层给土壤制造良好的透水层的工法 符合植物所需的生长条件 最后我们总结这三个礼拜谈论的论文集 所针对的土壤生态环境是非常的全面 不管是耕地、草地、整合性的系统、农场、森林、湿地 还有都会土壤都进行了这个概括性的描述 论文集篇幅庞大、格式统一、内容具细迷移 各种现行的措施对有机碳经长期的管理也都有达到一定的效果 有机碳毕竟是属于长期的资源 实际上栽培者面对极客的各种外部因素 包括劳动力、天气、病虫害等肆虐 相对于有机碳的大框架之下 现行许多发展出来的方式 也是一种权宜之计 关注解决身边棘手问题的重要性 似乎来得更加迫切 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